群組裡面 回到這個群組 好 這邊有一個建立註冊頁 重點在這邊 建立註冊頁 在建立註冊頁這個時候 你要選擇一個群組的名稱 那我們選擇剛剛的那個網路名單 選擇網路名單 然後按go 我們現在來建立它的網路的表單 好 因為剛剛我們只設定了三個欄位嘛 對不對 姓名、Email跟手機 然後呢 我們這邊也可以去新增其他欄位啦 當然建議不要啦 這個手機有的人搞不好就已經不想填了 像國外有很多他只留個Email 連姓名都沒有 手機也沒有 但是那個是在美國啦 我建議是在台灣的話 你有他的手機跟有Email是最好的 同時擁有是最好的啦 那當然你有他的姓名更好 就是這三個欄位都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可以發送客製化的信件啦 就是 小明你好 小華你好 辛惠你好 春榮你好 等等之類的 你就可以直接帶他的名字 在主指列 那對方就會 開心的機率就會大很多啊 對不對 因為你直接寫了對方的名字嘛 那我們這邊要怎麼做呢 註冊頁的設定 這邊 欄位我們已經確定就這三個欄位嘛 然後註冊頁這邊就是註冊頁的標題 你看是否使用模板 這個又跑出來了 然後他這邊告訴你說 是否通知管理者 我要啊 就是有人訂閱的話 我就要知道 然後註冊是否要認證 認證的意思就是 就是說對方 我覺得最好是要來 因為對方如果email亂填的話 他也變成你的名單 那到時候你發出去 系統發出去就會 就會變成 黑名單 發不到那個人嘛 又被退信嘛 那被退信退多了 那系統會覺得你這個 這個電子郵件 不精準啊 那是不是在發熱色郵件 所以 一般我們都為了要確保那個 對方註冊的 email是正確的 所以這個要認證 認證的話他就會 他也註冊完之後 他會先收到一封認證信件 然後他要去 按那個認證連結 確認連結之後 他才會真正進我們的這個email後台這個 名單庫 那設定註冊頁的網址 你可以自己指定 如果你選自訂的話 你就會填寫你那個網頁 就是他註冊之後呢 會跳到某一頁 按那一頁要告訴他說 您好 請您記得去收信 然後 把您的那個確認連結點按 點擊一下 你才會真的變成我們的那個 電子包的名單 這樣 那如果你懶得自己去做這個感謝頁的話 你就用系統提供了就好了 好 這邊有告訴你 指定註冊頁是為了提供 夥伴推薦的時候可以導向到指定的註冊表單所在 是否使用模板 你如果不用模板的話就是 把原始碼 把原始碼 摳起來 然後放到你的網頁上去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使用模板的話 就是使用他提供的模板 譬如說我剛剛選這個模板 我們先用模板來示範好了 編輯一次標題 先不用了 這先不用了 那 註冊表單就長這樣嘛 然後表單送出後有什麼訊息啊 這不用寫了 導出 表單送出之後導到哪裡啊 就指定網址就是 空白就是使用系統提供的訂閱完成頁就好了 好 我們先都先用預設的 先用預設的 好 按儲存設定 設定完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到最後他自動跳到這個發佈註冊頁 好 這個原始碼這一段啊 這一段就是要你插到你的那個 網頁的html的區塊 這邊有告訴你說 自訂註冊頁請複製以下內容加在你的網頁當中 好 若要使用此原始碼當成您網頁的外聯表單 請勿選擇模板會導致無法顯示 好 那你可以按一下preview OK 好 這preview就是讓你 預覽一下你的網頁的那個 這邊 啊 剛剛請輸入註冊表單業尾 剛剛 這邊因為沒有輸入 所以就 沒有跳出你自己 啊 還有那個次標題在這邊 好 這邊是內容 然後這邊是你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 那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修改 可以自己去修改這個內容 那先把它關掉 那我自己手動複製好了 自己手動複製按 複製 然後到這邊來貼上 Edit 貼上 好 就這樣 然後在其他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好 有沒有 他出來了 可是呢 他剛剛有警告你啊 有沒有 他剛剛這邊有告訴你說 若要使用此元時碼當成你網頁的外鏈表單 請勿選擇模板會導致無法顯示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是錯誤的示範 那如果我不要模板 如果你要使用模板的話 你就直接 複製這個網址就可以了 好 等於說你可以這樣做 譬如說 你可以 新增一個按鈕 按鈕 好來 新增按鈕好了 新增一個按鈕 那你這個按鈕你可以寫說什麼 呃 視窗打開 然後保存 OK 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我們把它發佈一下 好 去看一下這個網站 借利庫表單頁嘛 對不對 點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訂閱電子報這個按鈕點下去之後呢 OK就這樣就跑出這一頁 讓人家去訂閱 那他就是一個完整頁面 就不是遷入在你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那個表單 自己的那個網頁裡面 這是另外跳出一個新頁面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直接遷入在裡面的話呢 你就不要選擇範本 不要選擇範本 所以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註冊頁的設定這邊 好 這邊你就 不要使用模板 按FOR 不要使用模板 然後 你就直接按儲存設定 好 這時候沒有模板 沒有模板了 好 那你再按一下preview看一下 喔 就是這麼單純就這樣子而已 因為他沒有模板 那一樣把它複製起來就好了 把這個原始碼從上面複製起來 按右鍵複製 然後再到你的那個網頁去 HTML的區塊裡面 Edit 編輯HTML的區塊 貼上 先把它刪掉 貼上 好 在旁邊點一下 OK 你就會發現 喔 出來了 因為剛好這個網站底色是黑色的 所以 所以這個字看不清楚 好 沒關係 我先 我先 改一下那個範本好了 設計這邊選一下範本好了 更改主題 好 改一個 白底的主題好了 Choose OK好 這個是白底的主題 好 把它鋪一下 然後再到剛剛這頁去重整一下 OK 那你的表單就長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這個寬度怎麼被解 被解掉了 所以你要看一下就是 你這個表單你是想要放右邊的欄位還是想要放正中央 那你可以去調整他的大小 在這個 我給你看一下他這個htm的 的程式碼 看就是htm的程式碼 其實這程式碼很簡單 好 這邊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表單的frame是0 border border是0 border是邊框 border邊框 然後寬度 剛剛那個右邊好像被削掉了嘛 所以你 寬度你可以 就說弄成180好了 然後你再點一下旁邊看一下 喔這邊 所以當初我們這個欄位其實是很寬的 那你可以再去修改一下 從一位 上面 然後 然後